第147章 回京 咚咚 敲门声响了两下 屋里没有反应 许其安侧耳听了会 捕捉到轻微均匀的呼吸声 太阳晒屁股了 还在睡 这女人得多眉心眉肺 许其安嘀咕一声 掌心按住房门 在气机的推动下 门栓自动弹开 踏入房间 干净整洁的屋子里 窗户紧闭 圆桌上倒扣着四个茶杯 其中一个放正 杯里残留着没有喝完的茶水 正对着房门的屏风上 挂着罗裙 衣衫和淡粉色绣梅花的肚兜 她应该是昨晚洗得早 洗完便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衣服和贴身小物件 没来得及受 这可是大奉第一美人的缘 为 内 依 如果是在我那个时代 肯定能挂网上卖很多银子 不 是软媚币 许其安在房间里寻了一圈 没看见地书碎片 寻着与法宝的感应 最后发现 她被用来垫桌脚了 突然有点想让她知道 什么叫一条边法 许其安心疼地 把地书碎片收回怀里 这女人根本没意识到 这面玉石小镜的珍贵 她里面可是藏着 许其安毕生积蓄的 想到这里 她扭头 看向床榻上 侧着身子酣睡的女人 睡姿倒是文静得很 有几分王妃的气质 醒来时 就一言难尽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梳妆台边上有水漏 床上的女人 时而嘟囔一声 时而不安分地 扭几下身子 或者不知道梦到了什么 眉头紧皱 抗拒性地蹬一蹬脚丫子 睡得并不安稳 时间滴滴答答地 走到四十出九点 她终于呢喃一声 缓缓睁开眼 随后 许其安看见王妃的郊区 猛得一僵 接着缓缓松弛 她端着茶杯喝了一口 对她笑道 醒了 见到她 王妃眼里隐晦地 闪过惊喜 支起身 故作漫不经心的姿态 你怎么回来了 想明白了对吧 镇北王是三品 整个大缝都没人比她更厉害 你能趋利避害 也挺好 顿了顿 语气略转柔和 这件事交给朝廷 处理便是 没必要 你去逞威风 王妃昨晚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这一切 当然和她担忧 许其安被镇北王杀死 没有一文钱关系 许其安淡淡道 镇北王已经死了 王妃待在那里 如同雕塑 我 我不信 她死死盯着许其安 这又不是什么值得开玩笑的事 许其安美好气道 堂堂亲王被杀 这么大的事 我骗你作甚 王妃愣愣地看着她 颤抖道 当 当真 许其安点头 她看见王妃长长的睫毛颤抖了一下 一颗泪珠滚落 两颗三颗四颗 泪珠如断线的珍珠 速速而落 她为自由而哭泣 许其安想着 自己和她也没那么熟 便冷眼旁观 大奉第一美人 阴阴地哭 等她哭完了 许其安才总结性地安慰道 你已经自由了 九州之大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和蒙多一样 她哭哭啼啼地抹着眼泪 不忘问道 蒙多是谁啊 这么无聊的问题 许其安懒地搭理她 吃早膳的时候 情绪恢复的王妃 在只有两个人的房间里 鬼祟地说 是不是你杀的 许其安摇头 郑北王这么强 我怎么打得过她 是因为有神秘高手出现 把她当场斩杀 此事使团众人可以作证 以后你就知道了 王妃欧了一声 也觉得不太可能是许其安做的 自己是个聪慧而理智的女子 又不是京城里那些 盲目崇拜许盈罗的无知少女 郑北王虽说性情桀骜无情 但秀为是不打折扣的 要比现在的许其安厉害很多很多 她捧着葱油饼啃着 小手油汪汪 亮晶晶的毛子 在许其安头上徘徊 你头发怎么长回来了 我本来就有头发 你没有 我有 你 王妃被许其安用筷子敲了一下 识去的改口 你有 得益于神书的强大 许其安的头发终于再生回来 三平五夫能断织重生 何况是头发呢 这是一件让许其安很是欣慰的事 更欣慰的是 自己一直把光头保护得很好 戴着雕帽 别人并不知道头发的生长情况 以后在外面还是戴着雕帽 等过段时间就可以摘下来了 我还是那个长发飘飘的少年郎 许其安开心地想 吃完早膳 她坐在梳妆台前 镜子里是恢复了原样的许其安 见眉星目 鼻挺 嘴唇偏薄 脸颊软偏硬朗 整体透着男人俊朗阳刚的美感 与唇红齿白的许二郎 眉目如画的南宫倩柔 是截然不同类型的帅哥 王妃坐在床边 晃荡着脚丫子 看着她截发际 问道 我以后怎么办呀 许其安盘着头发 事不关己的语气 都说了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察觉到许其安不太想管自己 她有些赌气地说 再借我十两银子 我要回江南木家 以后有钱了 托人把银子还你 她 许其安把一定银子放在桌上 竟如此干脆 王妃咬了咬唇 板着脸 把银子收好 然后她默不作声地 把脏兮兮的几件贴身衣服打包好 小包裹往肩上一杯 宣布道 我走了 去吧 许其安点头 王妃深深看了她一眼 猛地转身 跑出房间 跑出客栈后 她独自一人往城外走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 穿过闹市和城街 这座城并不大 很快就走到城门口 可是 看着宽敞的城门 王妃突然胆怯了 那仿佛不是通往自由的途径 外面的世界那么危险 人心那么复杂 她十三岁时 便被家族送进宫 换取高官厚禄 她在层层宫围里生活了许多年 而后又远景帝转赠给镇北王 在王府一住就是二十年 她渴望获得自由 渴望无拘无束 可当自由唾手可及时 她突然明白 自己根本无法在外面生存 她就像灌在笼子里的金丝雀 二十多年的锦衣玉石 让她丧失了飞往自由天空的能力 尽管可以回到娘家 可那不过是被父母再卖一次 不 大概率是她刚回府 第二天就被族人重新送回皇宫 她茫然地处在原地 许久后 她不再茫然 只是眼里的亮光一点点熄灭 王妃低着头 看着脚尖 肩膀瘦靴 背影单薄 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女孩 这时 身后传来男人的叹息声 小婶子 我想了想 觉得还是要带你一起走 王妃赌气 没有转过身来 许其安走到她前面 蹲下来 没有说话 闻言 王妃用力瞪了她背影一下 她嘴角轻轻翘起 张开双臂 扑倒她背上 出了城 许其安背着她 沿着官道狂奔 这时候 她就有点想念心爱的小母马 我很麻烦的 王妃在她耳畔轻声说 温热的吐息 喷在许其安耳垂 让她不由皱紧眉头 耳垂是许白嫖敏锐地带 这个秘密 只有福湘知道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许其安问道 你这副模样 远景帝知道吗 王妃摇头 但她知道 我有改变容貌的法器 我好几次偷偷溜走 她肯定也知道的 但没见过我这副模样 她想了想 补充道 王府的侍卫 见过我这个样子 许其安没有作答 思考起来 郑北王虽然死了 但王妃依旧是香饱饱 远景帝绝对不会对她 不闻不问 虽然使团上下一致认为 王妃被蛮族掳走 可那些丫鬟知道 我最后找到了他们 当然 他们并不知道 我打败蛮族强者 就回王妃 可他们能存活下来 并顺利回京 这本身就是一个疑点 虽说无法作为 我就回王妃的证据 可只要有疑点 远景帝绝对会派人来查 都不用监视 直接光明正大的查 所以王妃不能随我回府 但可以养在外面 京城人口三百万 不可能挨家挨户地找 而且并没有任何线索指明 我把王妃带回了京城 最好的办法是把她养在外面 离许府不远 但也不能太近 考虑好细节后 许其安满意地点头 觉得很稳妥 然后她不可避免地茫然了一下 为什么我要为一个老阿姨 做到这一步 我是什么时候中了她的毒的 许其安没有往楚州城方向去 打算先去和郑心怀会合 把她带去楚州城 而今楚州城毁了 她是楚州不正史 得收拾一下残局 顺便告诉她 镇北王已经陨落 不必再东躲西藏 途中 她故意要求金莲道长 屏蔽天地会成员 与李妙珍开启私聊 问她身在何处 毫不意外地 被天宗圣女臭骂一顿 而后被告知镇北王陨落的消息 许其安大吃一惊 直呼不可能 充分表现出一个震惊党该有的素养 这样李妙珍心里微微得意 便不再那么生气 她放鸽子 随后 许其安让她以找正在赶来的路上的许盈罗为由 离开楚州城 来山谷会合 中午时分 许其安终于带着王妃抵达山谷 当日拜别郑心怀 她在附近的县城 找一家客栈安置王妃 两地离得不远 山洞里 篝火熊熊 李汉和赵敬哥们俩 分别烤着山鸡 野兔 鲜鱼等猎物 高瘦的生徒百里闭着眼睛 盘息吐纳 镖匪体壮的胃油龙擦拭着大砍刀 沉声道 不知道许盈罗和飞燕女侠怎么样了 雀永修和镇北王残暴凶狠 如果被他们发现端倪 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而他们如果出了意外 那我们极可能被顺藤摸瓜 军武出身的枪兵唐有慎 目光锐利地扫向洞口 而后又收回目光 抱着长枪 闭目养神 郑心怀摆摆手 声音轻 但语气透着笃定 不会的 他们两人即使一无所获 也不会被镇北王和雀永修盯上 容貌娇好的少傅问道 郑大人为何如此肯定 郑心怀道 飞燕女侠闯荡江湖 好管闲事 能搏下这么大名声 又安然无恙 绝非鲁莽之辈 至于许盈罗 拖一次大案 也许是运气 但这一桩桩一件件的 足以说明她的能力 众人缓缓点头 无论是飞燕女侠 还是许盈罗 都是让人有踏实感的人中容俸 是那种把事情交给他们 就会无比安心 不用整日担心受怕的人物 这时 深途白李猛地睁开眼 声音低沉且急促 有人来了 李汉和赵靖 下意识地丢掉猎物 抓起各自的兵器 与众人冲出山洞 一男一女 结伴而来 男子杨刚俊朗 气度不凡 正是迎罗许其安 至于女子 她们只是看一眼便忽略 脚步行走没有章法 颠颠地跟在许盈罗身边 姿色平庸 急走间带着微微的气喘 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子 后头的正不正史迎上来 拱手道 许盈罗 她身后的武夫们带着诧异 许盈罗前天夜里 还信誓旦旦地说 要去楚州城查案 起了今日便返回 此地距离楚州城有数百里 这点时间 不够一个来回 许其安没有废话 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收到消息 郑北王已经陨落在楚州城 我是来接你们过去的 晴天霹雳 正不正使脸色疏然僵硬 眼睛缓缓瞪出 嘴巴慢慢张大 让许其安明白 原来这才是郑京党的真正素养 仲霞氏无声对视 都从彼此眼中 看出不信二字 是 是不是收到的消息 有误 正不正使跨前几步 脸上表情复杂 一边收望消息属实 一边又认定许其安 收到的是错误消息 深途白礼等人没有说话 但也认为 不正使大人说得有理 千真万确 郑北王就是我亲手载的 许其安笑着点头 没有错 是真的 砰砰 砰砰 正不正使 听见了自己狂乱而激烈的心跳声 飞燕女侠很快就来 她知道事情的经过 许其安把锅甩了出去 众人随后返回山洞 在忐忑的情绪里等待着 王妃乖巧地坐在许其安身边 小口小口地啃着鸡腿 大奉第一美人 在努力扮演一个 微不足道的路人甲 来时的路上 她从许其安口中得知郑心怀的身份 明白她的家人死于屠城 尽管自己和郑北王并没有感情 可毕竟是有名分的夫妻 王妃对郑大人心怀愧疚 半个时辰后 李妙珍来到山谷 降下飞剑 轻飘飘落入山谷 她环顾着早已等在洞口的众人 微微汗手 又在自色平庸的王妃身上顿了顿 飞燕女侠 徐云罗说 说 郑北王允落在楚州城 郑不正史急走几步 直勾勾地盯着她 李妙珍急于肯定答复 是的 她的尸体还在楚州城 当即把楚州城的战斗经过 简单地说了一遍 郑不正史听完 缓缓点头 她布满血丝的双眼 扫过众人 低声道 本官 本官想一个人独处片刻 拱了拱手 转身 慢慢走回洞窟 几秒后 里面传来四心裂肺的哭声 许其安叹息一声 玄机耳边想起李妙珍的传音 他是谁 一个命苦的人 正好我有事要拜托你 写图三千里暗 已经尘埃落定 善后的事不必你操心 你能帮我带她回京吗 切记不要招摇 最好先找个客栈卸下来 等我回京 许其安传音回复 李妙珍不作答 审视王妃片刻 撇撇嘴 传音道 命苦之人 所以要带回京安置 这妇人倒是一副好生养的模样 只是你何时变得这般积不择实 妙珍啊 不是我贬低你 摘了手镯的她 可以很自信地说一句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许其安察觉到 李妙珍有些不高兴 便没有回应 只是拱了拱手 然后转身 对王妃小声说道 她是我小妾的娘家人 可以信任 你先随她回京 听她安排 王妃闻言 柳梅青醋 她是第一次听说 许其安有小妾 不过想到她的身份和地位 想到她这样的教方私常客 有小妾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嗯 她冷淡地点点头 三日之后 昼夜兼程 马不停蹄的正不正时 在十个月余 终于重回楚州城 头发花白的郑心怀 一步步登上城头 她看见昔日繁华的楚州城 已经化作废墟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大地满目疮痍 北面的城墙坍塌了一半 西边的城门也被撞塌 两万多名士兵分散在城中 各自忙碌着 有的搜寻粮食 米面等食物 虽然城市破坏严重 但藏在地窖里的物质保存完好 且坍塌的废墟里 也能找出很多物资 有的士兵在修建房屋 充当临时军营 为两万多名士兵 提供暂时的住所 有的士兵在修补城墙 有的士兵在埋葬尸体 有铜袍的 有城中百姓的 也有蛮子和妖族的 这些工作已经有条不紊的进行了三天 史书必定会记下这件事 警醒后世之人 同时也会把镇北王的罪过记下来 让他一臭万年 刘玉史出现在他身边 使团这边已经从李妙真口中得知 郑心怀死里逃生的事 明白他们在城中见到的郑心怀是假的 多半是那个三品巫师的手笔 否则不可能瞒过四品的杨燕 朝廷真的会定镇北王的罪吗 正部正史低声说 胜利是靠争取的 刘玉史一字一句道 这时许其安和杨燕 陈捕头等人登上城墙 主办官许盈罗陈生道 接下来我们就要回京了 回京定镇北王的罪 为此安盖官定论 但在那之前 郑不正史应该会想先进几杯薄酒 给城中的亡魂 百夫掌陈销手里拎着酒壶 迈步向前 郑不正史接过酒壶 再次眺望下方的城池 在祭拜之前 他想留点时间 回忆自己的前半生 郑心怀出生在被誉为 大凤两大粮仓之一的张州 但他幼时家里很穷 靠着母亲给殷实人家洗衣服 做秀工 艰难度日 年少的郑心怀最期待的是秋收的日子 他可以去别人的田里捡麦穗 捡一篮子麦穗 他和寡母可以喝三天的粥 不能捡太多 不然会被毒打 秋收过后 最难挨的是冬天 每个冬天 他的手脚都是冻裂的 而他的母亲 即使在冬天 为了几个铜板 也要在结冰的河边 给人将洗衣衫 寡母就这样一点一点 给他攒够了先生的书修 攒够了靖国子健的银子 郑心怀十六岁 靖国子健 苦读十年 远景十九年 他金榜提名 二甲进士 他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 想把喜悦给母亲 想接母亲去京城定居 想光要门楣 让所有曾经说过 冷言冷语的人 刮目相看 可他看见的是 母亲矮矮的坟营 刮目去世好多年了 一直没有告诉他 家书是族人帮忙带写 因为那个辛苦操劳了 一生的普通妇人 不希望影响儿子的学业 郑心怀在母亲的坟前 跪了一天一夜 郑心怀的仕途并不顺利 因为过于刻板 不愿同流合污 他得罪了当时的首府 被贬到塞北的楚州 当了八品的县令 起初他并不喜欢楚州 因为塞北苦寒 民风彪悍 刻板的他 也终于开窍了 耗尽积蓄 找熟人打点关系 西纪能重新调回京城 直到有一年 蛮族骑兵过来打草谷 劫掠数十里 事后 郑心怀被打发去慰问百姓 视察情况 他走在田梗上 看着被铁骑践踏的青鸟 他走在关道上 看着被蛮族吞吃 只剩残躯的尸首 他走进山里 看见侥幸逃过一劫的百姓 看着他们贫苦和沧桑的脸庞 郑心怀想起了去世多年的母亲 后来那位首府智氏 同窗和好友们 在朝中运作 打算把他调回京城 但那时候 郑心怀已经不想离开楚州 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 心血 都倾注在这片土地 他是那么的拼命 时常彻夜不眠地处理政务 似乎这样 就能弥补他对母亲的亏欠 时光荏苒 十八年弹指而过 他的大半个人生 都交给了楚州 如今却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 功名利禄一指书 不过杨辉于尘土 正不正使悲从中来 山然泪下 酒水倾倒而下 见起尘埃 很长时间没人说话 直到郑心怀情绪稳定 大理四成清了清嗓子 道 雀永修已经畏罪潜逃 郑北王扶诛 但他们的罪行 还没昭告天下 正不正使是主要人证 必须随我们回京 但楚州城这般景象 如今的北境 需要人留下来主持大局 刘玉使咒了众媒 分析道 楚州城三十八万百姓惨死 善后之事倒是简单 只需安置好 这两万多名将士变成 至于其他州郡县 保持原样就可以 不需要特别关照 而蛮族和妖族 刚经历这场大战 早已吓破了胆 他们害怕那位神秘高手 短期内不会再侵略边境 甚至许多年都不会了 郑心怀沉吟片刻 看向杨燕 秀才不长兵 本官处理政务在行 管理军队是门外汉 杨金罗 在场你修为最高 更有长兵经验 既能管理 也能震慑士卒 杨燕汉手 淡淡道 行 头儿其实就是升级版的朱广孝啊 沉默寡言 但他是肯干 非常可靠 许其安从头到尾都没有插嘴 因为他想说的 都被这些文官说完了 对了 他忽然想起一事 郑北王的尸体带回京去 他是此案主角 死也要带回京 这是自然 正不正实点头 郑北王的尸体 无论如何都要带回京城的 这件案子 杀了郑北王 只是初步结束 为案子定性 才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件事情已经谈完 杨燕看向许其安 沉声道 随我过来 头儿 你严肃的样子 嚣张的口吻 就像我中学时的班主任 许其安还是乖乖地跟他走了 两人沿着城墙 走出一段距离后 杨燕停下来 转身说道 郑北王献祭城中百姓时 我曾看到 城中百姓的魂魄汇入地底 地底似乎还有一座阵法 可当我事后去挖掘 掘地三尺 什么都没找到 魂魄汇入地底 这是什么操作 郑北王图城 不是为了炼制血丹吗 许其安听完 第一反应就是 妙珍 我需要你 有关于魂魄方面的知识盲点 找李妙珍就对了 如果李妙珍学艺不精 那没关系 还有金莲道长这个老银币 杨燕凝视着他 问道 你有什么线索吗 人脉广的好处非常明显 我以后要继续把鱼塘发扬光大 对了 黄幽玉雕刻的小剑还没送给军娘 许其安心里不着边际地想着 陈生道 头 你稍等片刻 我去套茅厕 杨燕是知道他持有低数碎片的 当初那位紫莲道长 就是杨燕单枪匹马干掉的 许其安走下城头 找了个僻静的角落 取出低数碎片 用三号的身份传输 金莲道长 我有事要与你单独商量 大晚上的 看到这则传输的天地会成员 心里很不适滋味 最近不知是怎么了 李苗珍那个女怪 三天两头要求屏蔽大火 现在三号也有样血样 几秒后 金莲道长传输道 什么事 三 妙珍呢 妙珍可以参与话题 金莲道长叹息一声 传输道 妙珍 你可以传输了 二 你找我什么事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这是怎么了 火气那么大 许其安传输道 你似乎不太高兴 怎么了 李苗珍 你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她快把我当丫鬟使唤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王妃呢 那种心安理得的架势 就很气人 您和钟礼一样 也是大预言师 许其安传输安慰圣女 别和她一般计较 她习惯了 王妃那个蠢女人 未必是故意的 她当了半辈子的王妃 锦衣玉食 丫鬟伺候 生活中的很多习惯 不是说改就能改 除非李苗珍像她一样 不停敲打王妃 李苗珍 有事说是 别打扰我打坐 明显是余怒未消 带着火气啊 我还是哄哄她 许其安传输道 我觉得你不必这么刻苦 以我们飞燕女侠的天资 只需要把部分精力放在修行 就能傲视同辈 李苗珍传输 哼 我觉得你在骗我 她心情稍稍好转 许其安 金莲道长觉得呢 金莲道长 我觉得你们根本不尊重我 就像闹哄哄的教室 迎来了班主任 许其安和李苗珍 没敢继续闲聊 前者把话题扯了回来 传输说明情况 是这样的 郑北王献祭楚州城百姓时 杨燕亲眼看见百姓们 魂魄汇入地底 事后却怎么都找不到端倪 李苗珍回复道 有镇法残留吗 杨燕没有说 那就是没有 许其安回复 没有 李苗珍不说话了 沉默之中 金莲道长传输道 听苗珍前几日说的情况 参与其中的高手 有地宗道手和巫神教 呵 都是元神领域的强者 镇法可有可无 嗯 道门和巫神教 虽练鬼养鬼 但基本不会收集那么多魂魄 除非要练至魂丹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果然还是金莲道长精力丰富 许其安传输道 魂丹 魂丹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 金莲道长传输道 作用多了 比如增强元神 充当炼丹材料 炼制法宝 修补不健全的魂魄 培育气灵等等 可能是地宗道手需要魂丹吧 另外 图成产生的怨气和戾气 这种世间大恶对他来说是大补药 所以地宗道手是为了魂丹才和镇北王合作 许其安恍然地点头 三 这样的话 他会不会继续图成 地宗道手是二品啊 许其安担忧地问道 九 啊 他不敢 因为他距离天节只差一线 他那个状态 根本不敢肚解 所以你不用担心 他屠戮生灵 除非他不想活了 许其安顿时放心 结束传输 他返回城头 杨燕立刻看了过来 许其安沉吟道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 那些魂魄应该被炼制成魂丹 极可能是地宗道手与镇北王的合作的报酬 魂丹就是地宗道手口中的最大的恶 杨燕缓缓点头 他当时就在现场 虽隔着遥远 但听得很清楚 接下来 就是给楚州屠城案定性 让镇北王和雀永修背上应有的罪名 这必将遭受阻碍 杨燕道 有事找魏公 多听取他的意见 不要再鲁莽冲动了 明白吗 顿了顿 他低声道 如果魏公觉得此事不可为 你千万不要逞强 许其安看着他 不说话 五月初 初夏 一艘来自楚州的官船 破浪而来 缓缓驶入京城地界 最后在京城的码头停泊 使团众人站在甲板上 望着人流如枝 热情非凡的码头 心里感慨万千 前往楚州时 暮春时节 当他们回到京城 已经是初夏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搁在普通人身上 可以吹嘘一辈子 使团众人松口气的同时 眼里燃烧起信念 他们将给京城 带来一个重磅消息 大凤再无镇北亡